2001年4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最大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李施兄弟犯对团伙,在兰州市被推上了审判席。 该团伙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涉嫌制造七冬命案和多起绑架勒索抢劫案,罪恶之深重,可谓尽诛难输。 光国家公诉人为这一案件准备的案卷,就长达38册,近7000页。 在破获这起打黑答案期间,我公安干警不顾危险和困难,和持枪犯罪分子展开了一场江湖的斗争。 2000年3月31日凌晨一点多,兰州市城关区,兰探宾馆门前的马路牙子上,砰砰砰四声枪响,倒戒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兰州黑道最有名的老大,李志。 2000年4月1日,一场盛大的出病仪式,震惊了兰州的普通市民。 从上午开始,一个井然有序的车队出现在兰州街头,排头的几辆卡车上, 占满了身穿黑西装、黑领带、戴黑墨镜、黑纱的年轻小伙子,后面是近百辆编了号的小汽车。 是谁死来,这人干什么的呀? 你不知道吧,听说呀,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李志。 但是,前几天半夜,坐在兰探宾馆门前,让人得打死了。 看,这简直就是非社会呀。 面对如此猖獗的送葬行为,一连串的问号和答案在人们的脑海中和黑社会挂上了钩。 群众们忍无可忍,多年来关于非社会的地下疑问终于浮出水面。 也就在此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刑侦队11中队,从近三年来未迫的射枪杀人案件和抢劫案件中,开始梳理出了头绪。 1998年10月28日,22时,兰州市城关区平良路44号,烟草批发部,武装抢劫现金10万余元。 香烟九世玉条,价值28000余元。 1998年11月18日,16时,城关区上水下,驻镇中待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 1998年12月18日晚,城关区水芙荣歌厅被一伙持枪歹徒破坏抢劫。 1998年12月24日晚,城关区开源大酒店副经理程军奇在制止一伙持枪歹徒捣乱行为时被当场开枪打死。 1999年4月,大批持枪歹徒联合捣毁城关区东湖大厦地下赌场,并枪杀一人。 2000年2月3月,两家歌舞厅先后被持谢歹徒抢劫。 2000年4月4日晚,城关区张业路VJD厅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龙涛被杀。 2000年5月14日晚,另一黑社会犯罪组织成员李江在其租住的家门口身中四乡而亡。 案件射击枪支基本上都是五连发猎枪,侵害对象除成军奇等人之外多有猎记。 作案现场多在娱乐场所,时间多在夜间。 一连串的类同,使这些杀人抢劫案件陆陆续续地进入侦察员的视线。 一个集杀人、抢劫、绑架、勒索等犯罪行为为一体的犯罪集团的轮廓,已经初步地形成。 与此同时,下决心要还群众一个朗朗乾坤的甘肃省省委和政法机关,开始部署对兰州所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调查排摸。 两条线同时展开了工作。 2000年7月的一天,甘肃省官厅一个关于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会议正在进行。 经过仔细的斟酌和讨论,所有参加会议的干警和领导,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把最大的离职团伙作为全省大黑的第一仗。 官厅长魏震忠指示,要主动出击,一网打净。 会议快结束时,魏震忠有头,关切地询问兰州市官局主管行政的副局长李宗峰。 现在的鸡腾清费困难,你们办这个案件,促气要多少钱?五万,够不扣? 李宗峰说,有四万就够了。 但后来,林明总总的差不多给了五万。 2000年4月4日,VJ低厅血案发生后,兰州市官局城关分局刑警十一中队,副队长蓝剑,率坠兵分两路,迅速赶到现场。 现场的调查几乎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线索,只知道有几个人打架,所有的人都只有绰号,其中一个叫做四虎子,另外就是还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另一路查找附近的所有医院,在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见到了三个被猎枪子弹打伤的人。 了解线索不过是一伙人不问青红倒白就开枪,打死的是什么人他们也不知道。 但根据描述,其中有一个人和刑警们手中掌握的一个精明叫甩步的少年,非常吻合。 最后,关弹警在龙涛的尸体和衣服里,发现了一张一家餐厅的优惠卡,卡上记录了一个传呼记号。 负责案件调查的兰州市官局刑警中队长兰剑,组织警力开始对这个传呼记号的所有信息进行调查。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整理,确定了拱兴敦、烧岩阁、五泉山等七个可疑地点。 五泉山的可疑地点在一个发廊,发廊老板柳霞承认和龙涛正在谈恋案,并且知道龙涛最近出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电话号码出现在了刑警们的眼前。 据查是马剑虎家中的电话,此人家中兄弟五个,他排行老四,名中带虎,经常来往兰州外地之间贩毒。 四虎子,就是这个人。 看来几个月来的追踪黑社会组织,就要出现了。 很快,赶紧潜伏了一个星期,终于将马剑虎助纳归案。 马剑虎共认认识一伙人有五支五连发猎枪,四支小口径的步枪,和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其中一个叫马磊的,警鸣甩步,经常到他这里要毒品。 马磊吸毒这个重大线索表明,从4月4日案发算起,马磊不能再到外面躲藏了,该回来了。 因为马磊吸毒,这就决定着一种情况。 记马磊必须到最熟悉的环境里才能弄到毒品。 不管马磊躲到哪里去,时间一长,他必然要回家。 找到马磊,这个犯队团伙就跑不掉。 曙光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眼看着几个月的辛苦就要得到成果了。 但是我们的刑警们却真的累倒了。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刑警队长蓝剑说, 你一定要好好协下我们干警,没有这样的好警察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办不了这样的案子。 我们的干警竟然一直抱病残战,最后发展成了糖尿病,发高烧,满头大汗,湿得能把我的手粘住。 就在潜伏抓捕马剑虎的一个星期里,一个干警的妻子正在怀孕,认诚反应相当的强烈,呕触到吐血的地步。 然而就是这样,妻子还是自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到医院自己打点笛。 最后,迫不得已电话打到了蓝剑那里,说能不能让自己的丈夫回来一下。 在蓝剑的追问下,这名干警才说了实情。 蓝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干警的回答是,大家都这样忙着,谁没有其而老小,你说我能讲这些事吗? 就在关干警艰苦奋战捉理事犯罪组织的尾巴时,理事犯罪组织为了给老大理智报仇,犯罪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简直到了最疯狂的时候。 2000年6月,理事犯罪组织经过内部的几次分析,基本认定杀理智的人,是兰州市城关区人张立军。 该组织迅速将复仇大棒,向张立军挥了过去。 第一个搜寻的目标是张立军惹眼地跑车。 车牌号是甘恩01818。 8日晚,马仔来报,发现甘恩01818就停在兰州市城关区,21世纪焦点俱乐部的楼下。 离事犯队组织杀手杜正海,迅速召集马磊、郑华、常高博、马尾等人,携带五支五连发猎枪。 由另外一个马仔刘洪驾驶一辆面包车赶往21世纪焦点俱乐部。 面包车在焦点俱乐部门前盘旋一圈后,确认人车都在这里之后,悄悄地向兰州饭店驶去。 在那里,这几个人将面包车的车牌卸下,换成了偷来的一个青海拍照。 再次来到21世纪焦点俱乐部,五人分散成扇形,倾大门包围。 凌晨一失雪,张力军带着几个人刚刚迈出俱乐部的大门,枪声大作。 张力军当场死亡,其他人员四散而逃。 杜正海等六人随即驾车逃往城关区,燕滩社的租住地点隐藏。 很快,李智最小的弟弟李辉,就带车来到了隐藏地点,经钻枪指转移藏匿。 张力军后经法医鉴定,戏被人用线弹枪,集中胸内部,治肝,体,肺,胃,破裂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严见得大仇得报,远在北京的该团伙现任老大李杰,电话告诉李辉,娃娃们把事都办了,你给杜正海送去五万元。 几天后,杜正海来到了北京,并给在兰州的马仔门打电话,让郑华、常高博、马磊、马伟军、丁力到北京万少路驾十五号星夜会馆和李杰、董海郡等老大会面。 此后,丁力、常高博、郑华在李杰的安排下前往五威隐藏。 后来,李杰又认为陈书龙团伙是杀李治最大的嫌疑,又先后组织了两次诱杀陈书龙的方案,由于机缘巧合没能杀成。 最后疯狂的时候,也就是末日来临的时候,毒品的力量足以使一个杀人犯忘记了危险。 7月19日,在外地躲藏鱿鱼的射墙杀人犯马磊,终于在兰州露面了。 从北京来的火车移到兰州,刑侦十一队的干警就密切地观察每一个旅客。 很快马磊出现,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刑警们打车悄悄地跟踪马磊回家。 后在马磊家的楼下,一举将其擒货。 很快在更改姓名和犯者事实后,一抵关押。 马磊成为该团伙的第一个被抓获的重要成员。 从此,兰州市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黑幕,揭开了第一条缝。 马磊,精明甩步,今年二十一岁,初中文化程度,多年混迹社会的经历,使马磊非常看重哥们儿义气, 知道自己的大哥们,依然在逍遥法外,相信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办法,救自己出去的。 同时,团伙内部的一条纪律,也约束他,一再告诉自己不能讲。 因此对侦察员的询问始终是保持着沉默。 是什么纪律,能在一个仅减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身上,起这么大的作用呢? 这还要从理事集团正式发展成黑社会组织开始说起。 理智生前和他的团伙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董海俊, 共同出资成立了兰州制华公司。 就是这样一个连税务登记证和发票准购证都没有的公司,成了他们从事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伪装网。 所有该团伙成员对外,一律称公司的人。 对内则按照内部层次,分别跟住自己的老大。 公司通过各级老大给每个成员发放生活费,衣食住行均由公司照管。 马仔们不能回家。 理智在团伙内部被称为大哥。 马磊的老大就是董海俊的马仔杜正海。 现在两人依然在逃。 杜正海曾经多次告诫自己的手下马仔们。 杀一个人和杀十个人的后果是一样的。 一旦被公安抓获了,绝对不能承认,或者说出其他人来。 公司会想淡法救你。 如果说了,不仅面临的法律制裁会很严重, 而且公司也不会放过你和你们的家人。 前文提到马磊,是在被我公安干警改名换姓和犯着事时候一抵关押的。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马磊的人身安全。 因为当董海俊等组织内的老大, 知道马磊已经被捕的消息后,就在四处的活动。 想通过熟人和各种关系,找到马磊的关押地点,做掉马磊。 老大让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 盲目的哥们儿一起和幼稚的世界观价值观, 是马磊在别人的引荐答应加入该团伙以后, 就紧紧地跟住了老大,杜正海,开始收取保护费。 最后参加了2000年4月4日VJ低厅, 杀李江却误伤了同伙龙涛的案件, 随后跟随杜正海在李江的住所前, 用五连发猎枪枪杀李江。 随后在6月8日, 又参加了21世纪焦点俱乐部枪杀张力军的行动, 为大哥李治报仇。 后紧紧越鱼, 见落入了我官机关部下的搜捕大王。 一位参加过预审的干警感慨地说, 我搞了14年的预审工作,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件。 马蕾赋语顽抗, 使参战干警非常的头疼。 但最后, 墙内的畏罪心理和干警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蕾顽固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 交代了罪行。 共认杜正海, 制龙涛被杀一案的主谋, 并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根据这些线索, 马杰林、丁丽、 常高博、崔志彪、 郑华、 马伟军、宋志勇的线索相继浮现出来。 长期吸毒人员要戒掉毒瘾, 没有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很多瘾君子, 几次不能戒掉毒瘾的根源就是, 不能忍受戒毒初期的痛苦。 然而, 李氏黑社会性质组织暗中, 有一个罪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戒掉毒瘾, 但他戒掉毒瘾不是为了获得新生, 而是要获得加入犯罪组织的资格。 去年后半年, 甘肃省渝中县戒毒所里, 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瘾君子。 当身边不断有强制戒毒人员想尽了办法逃跑, 并且有人鼓动他也跑。 而这个吸毒人员, 本身有很多的机会逃出戒毒所, 但却始终没有跑。 这个人, 就是仅仅跟随李氏犯罪组织的马伟军。 马伟军长期无业, 且吸毒上瘾, 长期跟随杜正海从事黑社会性质犯罪。 但是就是因为他吸毒, 尽管参加了捣毁东湖大厦地下赌场, 枪杀张力军等犯罪活动, 李氏犯罪组织始终不认可他的加入, 最后, 该犯罪组织成员杜正海, 给马伟军挑明了。 想要加入, 首先要戒掉毒瘾。 2000年6月, 马伟军因杀张力军有功, 到北京接受李杰和董海俊等人的接见, 7月回到兰州, 回来就被兰昭社公安局城关关分局庆阳路排出所的民警, 堵带了家门口, 送到了于中县戒毒所强制戒毒, 马伟军索性就开始认认真真地戒毒了。 由于整个案件的侦破全部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除了兰剑等少数干警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之外, 很少有人知道案件牵扯到了什么人。 结果, 废犯马伟军的抓获充满了巧合。 兰剑等专案人员在排出所调查马伟军的户籍资料时, 排出所的干警奇怪地问, 这个人强制戒毒了, 你们查他干什么? 干警们大喜过望, 苦苦寻找的人原来就在自己人的控制下。 很快, 兰州市公安局李中峰副局长电话命令于中戒毒所, 在专干警到来之前, 任何人不能把马伟军接走了。 当专干警抓获马伟军之后, 马伟军消极抵抗, 一言不发, 沉默, 意志都沉默, 足足有九个小时。 最后, 兰剑亲自提审马伟军。 刚开始, 马伟军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说, 只说自己是马军。 突然兰剑问道, 您母亲在哪儿啊? 马伟军顿时乱了方寸, 因为自己的母亲因为走私, 早已被我广东警方关押了, 不在兰州。 马伟军马上说, 在了呀。 从此, 马伟军张嘴说话了。 他最后告诉兰剑, 我当时就准备的你们骂人呢, 只要你们一骂, 我就绝对横度不说了。 没有想到啊, 你们不打不骂, 给吃给喝, 我说吧。 国家公诉人在起诉李氏兄弟犯队组织时, 被告席上有一位妇女, 她就是曾经任职兰州市公安局城管分局法治科副科长的李延龄。 在破案的最关键时期, 她的出现使几乎所有的参战干警都大吃一惊。 2000年11月9日下午, 兰州市北边河路, 明园报市馆前, 依旧像往日一样停满了各种车辆, 其中一辆挂地方牌照的车坏在了门口, 几个人在忙活着修理。 狐一率领专组干警已经悄悄把这里包围的水泄不通了。 向南的黄河南岸有公安干警远距离的观察, 向东道黄河铁桥, 向西道安宁黄河公路桥, 交警、防暴警、刑警等大批的警力, 按照事先的安排, 已经各就各位。 专等李杰派人在报市馆图谋报复陈书龙, 就在时间越来越接近事先掌握的那一刻时, 突然, 一个很多干警都熟悉的人出现在了报市馆的门前, 他就是李延灵。 这个突然的变故, 使兰剑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是一次非常秘拟的行动, 局里很少有人知道, 他来干什么? 电波迅速在胡一和市局副局长李宗峰, 上官厅主要领导之间传递信息。 怎么办啊? 注意隐蔽, 不要暴露, 继续观察。 告诉包厢里喝茶的同志们, 关上门, 他们都认识的, 不要暴露了。 我他们一动手, 一律抓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 复仇之心不死的李杰, 怀疑是兰州的另一个黑帮老大陈淑龙, 害死了李志。 2000年11月8日, 李延灵让他的哥哥李延寿, 约请陈淑龙团伙了杨一帆, 在北边和陆明园报纸馆吃饭。 陈淑龙也要来, 李延灵将这一情况通报了李杰。 9日, 在李志和李杰的弟弟李辉的指挥下, 崔志彪、 潘奇、 汪建国、 石枪乘坐管永军驾驶的 干A0-4488加美轿车, 前往明园报纸馆守候, 欲枪杀前来吃饭的陈淑龙。 一百多名干警就在长达不到一公里的路段上, 静静地守候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只来了杨一帆, 陈淑龙并没有卢面, 李杰团伙也很快地撤离。 从进入公安干警的伏击圈到离开报纸馆, 李延灵和李辉, 竟然一直没有察觉。 李延灵随即被公安局双规, 2001年1月21日,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经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 被依法逮捕。 最近总有人盗用老崔的阴婷, 也管不住, 只能中间夹个广告了。 本案播讲者老崔, 喜欢的可以添加公众号声优老崔, 或者添加老崔的微信, FM老崔, 字母拼音。 好嘞, 咱们继续。 2000年11月20日, 省官厅成立了719专案指挥中心, 李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大案的侦破工作, 想纵身发展, 纵犯纷纷归案。 四天前, 专案组成立了抓捕组。 2000年11月16日夜, 我公安干警通过侦查获悉, 枪杀杜阵中的崔志彪, 就住在兰州市西顾区某处民房。 深夜, 专案组的大队抓捕干警, 根据实现掌握的情况迅速包围了该饭的住所, 一处临间二楼里的小院。 实施包围的过程中, 干警们发现, 必须从隔壁院子里翻墙而过, 才能进入现场。 专案组为保密起见, 所有抓捕干警并不了解崔志彪的项目。 翻墙进院后, 随对转干警核对照片, 发现崔志彪不在此处。 谁能想到, 崔志彪的准确住所, 恰恰就在干警们翻墙的那个院子里。 而且他已经察觉了干警们的行动, 当发现所有的出路都被包围, 且干警们走错地方后, 崔志彪决心装糊涂, 躲过这一关, 于是打开电视机, 镇定地坐了下来。 没想到抓不住赌长赵亮, 在没有找到崔志彪后, 准备调查一下周围的住户, 看谁知道崔的下谋。 怕着微冲又返回到了崔志彪真正住的院子里。 已经看过崔志彪的照片, 赵亮大概知道崔志彪的长相了, 走着走着, 一抬头, 发现正在看电视的崔志彪也盯住了他。 怎么办? 开枪, 容易误伤周围的群众, 上举抓, 崔志彪人高马大不容易, 万一失手了怎么办? 赵亮灵机一动, 就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问, 哎, 你谁啊? 崔志彪? 隔壁是人? 我莉莉。 怎么住了一院子的人呀? 租了呀? 那你帮我指认一下租房子的。 崔志彪跟着赵亮就进了院子, 准备指认, 结果一进院子, 赵亮大喊一声, 这就是崔志彪, 抓。 自作聪明的崔志彪, 发言了。 就在成立专任指挥中心的当天, 甘松省官厅抽调兵力, 分座三路出击。 第一路, 在官厅行政总队总队长王欣的带领下, 北上和西走廊的武威, 搜捕丁丽, 常高博, 郑华。 第二路, 由副总队长居国梁率领, 南下深圳密布礼节。 第三路, 由兰州社官局副局长李宗峰率领, 在兰州继续进行审讯搜捕工作。 当北昌的干警们来到武威后, 得知搜捕的丁丽, 常高博, 郑华, 都由当地一个叫做蔡瘸子的人藏了起来, 此人劣迹斑斑, 要抓这三人, 就要先找到蔡瘸子。 但是蔡瘸子, 在武威当地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 传组一到武威, 蔡瘸子就找不到了, 怎么办? 经过综合考虑, 王欣等人决定, 在大张旗鼓调查之后, 名字警笛, 热热闹闹地从武威撤退, 制造传组撤离的假象, 大队人马走到鼓浪县就停下来, 由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副局长胡义, 率领一部分干警先回兰州, 进一步造成侦破重点又落在了兰州的假象。 刑侦总队总队长王欣再领齐鱼干警, 在鼓浪县充分地动用政府和私人的各种关系, 寻找蔡瘸子。 当晚八十集率队返回的武威杀了一个回马枪, 在一处刚装修好的房子里抓获了蔡瘸子。 第一路人马全部返回兰州, 突审蔡瘸子。 蔡瘸子在审讯中供认和李氏兄弟犯队组织有染, 而且在李治被杀后前来兰州奔过丧, 一出手就搭上了李金五千元。 他告诉专案组, 郑华、常高博、丁丽已经回到兰州了。 蔡瘸子表示, 想办法帮助专案组抓获这三人。 按照蔡瘸子来兰州的习惯, 专案组在兰州饭店开了两个对门的房间, 让蔡瘸子和丁丽等三人联系。 首先联系上了郑华。 蔡瘸子在电话里面说, 你们大哥把你们放在五位, 走也不打个招呼啊。 蔡华说, 华说没钱了。 蔡瘸子回答说, 那你们给我说嘛, 我现在就在兰州饭店呢, 你马上过来。 随即, 马华被诱骗到了兰州饭店, 刚一敲门就被埋伏好的干警抓获了。 第二天用同样的手法, 蔡瘸子又叫来了丁丽和常高博。 狡猾的常高博让丁丽先上去看看, 他在下面等候着, 结果丁丽一上楼就被抓获了。 突审丁丽, 则指常高博就在楼下, 三组马上通知埋伏在饭店门口的人, 但常高博已经跑到了马路对面了, 并且发现了专案组干警的动向, 向着兰州大学方向撒腿就跑。 干警追到一只船北街, 终于将常高博抓获。 11月20日, 专案组兵分三路之后, 甘肃省官厅行政总队副总队长聚国梁, 率干警们飞赴深圳, 为保密起见。 他在借差旅费原因一来里也天的是取北京, 给官部汇报工作的, 处理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22日晚, 前期工作人员和深圳官局获悉, 李杰当晚将和宋长春到某洗浴中心洗脚。 晚上10点半, 李杰被当场抓获。 11时, 巨国梁对李杰进行出审, 已确认了一些基础情况。 因为社乡公安机关获悉, 在李杰深圳住所有一辆面包车, 车主是谁, 要是在哪都不知道。 另外, 还要跟他的拼付李波接触。 李杰如实招任, 车是理智的, 要是在他父亲手里, 李波在他父亲深圳的家里。 凌晨3点, 待旅行完相关的手续之后, 李杰被送入深圳看守所。 紧接着, 在当地排扰所的指引下, 巨国梁率领干警来到李杰父亲在深圳的家。 找到车钥匙对车内进行检查之后, 填写了扣押清单, 对李波进行了一般询问。 23日中午11点多, 专组对李波进行了控制。 一个礼拜后, 李杰押到了广州, 乘飞机飞回兰州。 李波从深圳直接押回兰州。 李氏兄弟犯罪组织老大, 终于楼网。 第二个案件, 这是厦门市建国以来发生的杀人案件中, 受害人数最多的一起杀人案, 堪称厦门第一血案。 其手段之残忍, 影响之恶劣,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十分的罕见。 国家官部随即挂牌督办此案。 该案成了福建省1998年以来, 被官部挂牌督办的首起案件。 北山, 又名北城山, 坐落在厦门市同安区的五险镇景内。 占地1220平方米, 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内有著名的十二龙潭瀑布景区。 轮轮胶岩居高临下, 城上旗下凹凸险倦, 山泉冲躺其上城铺, 雨季全发时, 更是声波震耳, 气势雄浑。 北山龙潭, 自古被列为厦门二十井之一。 就在龙潭瀑布上方一百米有个小洞, 名为龙泉洞, 此洞本为游客远足北山之高点时, 中途纳凉休息的绝佳去处。 不想, 2002年, 一起震动全厦门的惊天大案, 却在这里发生了。 三月的北城山, 英飞草长飞铺轰鸣, 一派欣欣向荣的春日气息, 引来了远客游人。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山间石径, 渐渐地热闹起来。 3月12日下午, 负责景区保洁的两位大婶, 一路清扫着废弃物走上山来。 三点多, 二人接近了半岭湖的龙泉洞, 此洞本是北城山通往牛岭峰高处的 中途唯一蹄字的山洞景点。 从龙泉湖瀑布步行上山至此, 尚需半个多小时, 且一路山道崎岖难行, 游人较少。 像往常一样, 他们也是大多在龙泉洞斜脚。 不想, 更到洞口,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几个年轻女子, 横七竖八地倒在洞内的石桌边, 身上是血迹斑斑。 两个大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撒腿直往山下跑, 到半山腰的景区管轮会报告了情况。 下午三十五时分, 厦门社公安局无险派出所, 接到了北城山管轮会的报警。 所长陈清零立即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他确诊龙泉洞内四名女青年被杀后, 一边率队保护好现场, 一边向分局报告。 下午五时四十八分, 厦门社公安局局长助理, 同安分局局长江建群, 政委黄文鑫, 副局长许文学, 带领的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 赶到了龙泉洞。 随后, 市局局长助理李光安, 刑警支队支队长郭勋泉, 率传大队侦察人员, 及法医, 横检等专业技术人员, 相继赶到现场。 现场的惨状, 令见过许多血案现场的侦察员们, 倒吸了一口冷气。 李光安助理双眉警所, 他在二十二年的行政工作记忆里, 还没有如此令人发指的画面。 在不足十平米的洞内, 刺个年轻女子横沉在血泊中, 身上到处是刀伤, 总界六十余处, 刺破女子的心、肝、肺、胃等内脏, 致使她们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沿洞石壁上血迹斑斑, 石桌和地上散落着 未喝完的矿泉手和饮料, 桌上飞色的旅行包被翻乱, 里面留着女孩的化妆品和通讯录。 案件发生在风景区的深处, 地点及其偏踢, 人员流动性不强, 破案难度,可想而知。 案件的发生, 立即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晚九十许,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炳发, 市公安局长绍华, 同安区区委政府的领导, 纷纷跟到了现场, 在景区管委会狭窄的圆桌边, 第一次专案会议就地召开。 会议决定, 由市局刑警支队, 计真支队, 同安分局, 抽调民警武士人, 组成专案组, 绍华局长任第一责任人, 局长助理理官具体负责, 局长助理, 同安分局局长江建群, 刑警支队支队长郭勋全, 为领导小组的成员。 专案组分为技术勘验, 现场访问, 受害者关系排查, 面上排查, 技术侦查五个小组, 分头采取侦查措施。 参战民警连夜赶到, 每位民警, 人人都感受到了紧张凝重的气氛, 他们知道,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3月13日凌晨, 重案大队周灵辉大队长 和手下欺人干将的警车 踏着夜幕, 拾进了20公里外的 厦门东轮制造有限公司大门, 因为现场遗留物中, 发现了工资单显示, 四名年轻死者都是该厂的员工。 东轮制造厂全场哗然, 夜班女工的哭声淹没了机器的轰鸣, 这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1999年从晋江迁来同安攀徒村的, 四名死者年龄最大的26岁, 最小的只有20岁。 据厂方和员工反映, 四名受害人在工厂表现都很好, 人际关系也不错, 一人是班长, 一人是副班长, 其他两人是流动技术指导, 都是工厂的技术鼓伴。 在厂方的配合下, 全场动员大会人夜召开, 到凌晨, 调查队初步查明了死者的身子和被劫的财物, 包括一部摩托罗拉木蓝色手机, 项链两条和银行储蓄卡若干掌。 凌晨一点半, 彭安分局大楼灯火通明, 全局16个派出所所长紧急会议召开, 将局长部署全区清查行动。 凌晨30开始, 彭安分局全体责任区的民警开始地毯设排查, 现场勘察和技术组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细致的痕迹和法医鉴定工作, 对嫌疑人的模拟画像也同时展开。 3月13日下午, 邵华局长亲自主持召开第二次案情分析会, 省官听刑警总队郑锦华支队长也率法医痕迹等技术人员赶到了厦门协助工作。 综合各路情况, 作案组对案情做出了方向性的判断, 从凶手作案手法老练, 作案后现场会留下任何痕迹上, 初步判断, 案件性质为抢劫杀人, 但由于作案手段残忍, 也不排除仇杀的可能。 凶手为两人或两人以上, 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发案时间为当日13时30分至14时30分。 现场访问组通过大量的访问, 先后排除7名曾于案发时在现场附近出现过的嫌疑对象, 并把重点定位在了两名男青年的身上。 据封禁局售货员反映, 刚日下午2点半左右, 他看到两个男青年从山上下来, 两人均穿着黑色上衣和深色长裤, 腰间绑着深色的外套。 发现死者的保洁员在早些时候也看到着两人, 行色匆匆地经过蓝水坝工地上山。 而因摩托车载客工业提供, 当日14时45分左右, 这两青年分别乘着摩托车离开半山的仙宫停车场, 其中的一部为蓝色摩托车, 但山门的售派员和门卫却都未见两人上山。 寻找这两个可疑分子, 成为了全案的重点。 案件不破不回家, 转组民警在繁琐和枯燥的排查中, 紧张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每天睁着敖横的双眼, 拖着疲惫的身躯奔走在大街小巷, 乡间填梗, 其苦其累不说, 心力的压力是巨大。 312案已被省官厅列为全省严打整治司打学案之一, 被官部确定为督办案前。 省委副书记卢展公, 省政法委书记鲍少坤, 厦门市委书记洪永世等领导, 做了重要的批示, 要求现其尽快将凶手击拿归案。 四双不眠的眼睛更像是八瓦锥子, 实实地刺痛了侦察员的心。 中队长刘建国说, 每当困了泪来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现场的一幕幕, 会有一种激情在胸口涌动。 侦察员谢于勇的妻子怀孕几个月了, 他都没有时间回去看看他, 他说最怕别人说起案件破了没有。 仅就3月12日至4月20日的侦破工作统计, 专案组召开各种发动会15864场, 走访群众13321人, 印发通告19731份, 排查同安区16至35岁人员2万余人, 排闸摩托车4785步。 排查期间不断有线索浮现出来, 又不断地被排除, 两名黑衣男青年仍如石山大海, 消失在北陈山藏茫的夜色中。 郭勋泉支队长来到了北陈山下, 在山下徘徊着。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曾担任同安分局局长多年, 为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今, 同安发生了这样的答案, 心里特别的不识滋味, 他把蒲盖角带到了同安, 挤夜无眠, 看着民警们疲惫的身影, 他心急如焚, 案件侦破进入最困战的时期, 紧展缓慢, 线索中断, 可以说是局部威艰, 下一步该怎么办? 郭勋泉支队长向山上走去, 他已经第六次上龙泉山了。 专案第一负责人少华局长, 多次来到了专案组, 勉励大家要树立破案的信心。 作为刚刚到任时间不久的, 厦门治安最高负责人, 案件的侦破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他对民警们说, 市局党委下定了决心, 要拿下这些案件。 在目前线索不明朗的情况下, 全体专案民警一定要同心协力, 攻坚可难, 要以一种对党, 对人民, 对警察荣誉负责的精神, 来对待每一条线索, 每一次排查。 这是人民警察的始言, 更是一种信念。 这种信念, 支撑着专案组的每一名成员, 走过了一个个低谷, 走过山穷水尽。 四月底, 随着重点嫌疑目标一个个的排除, 拉网式排查, 从同安延伸至全市范围。 市局专门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 全局动员, 发动群众治安骨干, 党员干博等各方力量。 一场群众性的围剿开始了。 在简单的排查工作中, 厦门市官局多年来与时俱进, 不断积累提高的各种高科技侦查手段, 再次成威。 武夷长假, 专案组领导让民警们每人轮休两天, 但许多同志把这一个多月来的难得的休息又贡献了出来。 天道酬勤, 五月六日, 大多数人正在盘算着黄金周的最后两天该如何潇洒的时候, 没有沾上长假扁的专民警们, 也迎来了一羽盼望已久的曙光。 斩住在狐狸区高电村的一处外来人口, 使用的手机和死者礼仪被抢劫的手机相似。 这是五十五天来, 和犯罪嫌疑人最亲密的接触。 指挥部立即调生警力, 由周灵徽大队长率重兵移尸狐狸店前。 当晚七十旭, 这名在工地做泥水工的重庆市永川县人, 刚刚走到店前二组家门口, 就被请上了警车。 民警们从其身上搅和了纳布消失了一个多月的 木蓝色摩托勒拉手机。 经过一夜的工作, 这名不知深浅的当事人说出了实情。 手机是向齐齐的堂弟孔德春以四百元钱买来的, 孔现在下落不明。 指挥部指挥一线民警全方位地调查孔德春。 孔德春,男,三十岁, 从庆市永川县人, 曾因抢劫被判刑。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与孔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几名永川老乡浮出了水面, 而与他一同失踪的仙城海最为可疑。 从永川老乡处的调查中, 还掌握到一条几乎构成证据的线索。 3月12日晚, 有人看到孔身上的裤子黏又血迹。 他和仙城海一起用几张来历不明的银行卡 在桂园机上取过款。 结合现场目击者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 作案组基本确认, 犯罪嫌疑人就是仙城海孔德春二人。 作案组群情振奋, 追捕工作迅速展开。 曾据对仙孔二人的社会关系 和潜在的落脚点分析, 作案组兵分五路。 一路由省厅行径总队黄建国大队长, 同安行径大队绍青江副大队长带队, 直奔福州连江。 二路由同安行径大队苏正常, 作案大队二中队长洛建国带队, 奔赴广西北海。 三路由重庆大队一中队刘建国带队, 杀向洪南乡响。 四路由转大队吴小杰撂起火带队, 前往广东攀鱼。 最后一路, 由郭兴权支队长亲自带队直飞重庆先孔的牢潮。 决战的时刻到了。 五月十日傍晚, 广西北海市银院住宅小区门口, 三个身穿T恤短裤的男子, 信部走进了小区门头的一家川泰寡, 坐了下来。 川泰寡粉小, 没什么客人。 三个男子目光如炬, 这时, 一个神穿粉红色短袖衬衫, 三十岁左右的妇女, 从厨房里走出来招呼客人。 三人眼睛一亮, 相视而笑。 这个穿粉衣的女人正是孔德春的老婆魏瘦琴。 传组分析, 孔很可能会回到北海找老婆, 就在这家川泰寡的对面设下了埋伏, 守株带兔。 苏正常大队长, 洛建国中队长和刑警林天兵等四人, 包下正对川泰寡的小旅舍临街的房间, 四个人分三半, 一刻不停地轮流盯着小调的动静。 晚上小调打烊后, 他们又将布袋口设在了小店附近的赞助处, 漫长的二百四十的小时过去了。 洛建国他们吃川菜吃泡面, 把嘴唇都给吃起泡了, 兔子最终仍然没有出现。 追捕小组, 纷纷反馈回来油价值的线索。 连江一路先发现仙孔二人来到过连江, 后驱往少午并在该地抢劫作案。 湖南一路发现仙孔二人曾与五右五日晚, 在该市抢劫的一名女青年, 截斗手机一步, 并将手机以三百元的价格 卖给了该市一家的二手手机商店。 重新一路取得了仙孔的完整户籍资料照片等, 并发现仙孔于5月26日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出现, 并继续实施抢劫, 抢走手机和小灵通各一部, 以及现金一千四百多元。 综合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仙孔均选择在当地风景区偏批处实施抢劫, 以刀为鞋, 手法和312案极为相似。 不同的是, 二人作案时, 竟戴上了眼镜进行伪装, 其中一人穿着迷彩服, 这些线索成为了下一步追捕的游历依据。 指挥部分析, 二人的踪迹, 是沿着福建省至云南省的铁路移动的。 想二人说过要去云南卖枪, 六盘水就在云南两省的边界, 再过去就是云南取境市, 取境的地理位置在昆明和六盘水之间。 指挥部决定, 兵分两路前赌后追, 决战取境。 最近总有人盗用老崔的音庭, 也管不住, 只能中间夹个广告了。 本案播讲者老崔, 喜欢的可以添加公众号声优老崔, 或者添加老崔的微信, fm老崔, 字母拼音。 好嘞, 咱们继续。 洛建国过流流两人被火速地调往贵州溜盘水, 周灵辉大队长也连夜从重庆赶往昆明。 与此同时, 指挥部向云南省厅发出了紧急协查通报。 请求在云南全境针控仙城海孔德春。 官部武局众案处安晓辉处长, 亲自指挥相隔千里的梁省警方联合击卜。 洛建国疫情27日到达溜盘水, 立即找到了遭到仙孔抢劫的受害人访问。 受害者马上指认出了照牌上的仙城海。 细心的侦察员们发现, 受害人遭抢后, 新买的科件牌手机与被抢走的那一台是一模一样。 飞部小组沿着陆滇公路一路前行, 5月29日上午抵达渠境市陆梁县。 这个县城周围有两个风景区, 分析作案的目标仍是风景区。 而位居两个风景区中的人民广场一带旅客较多, 应是先恐二人可以选择的落脚点。 洛建国一行, 立即带人民广场一带驾往射服。 陆梁县地处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直射的。 人民广场位于该县的中心, 视野开阔, 设置了许多长条石灯, 供邮人们休息。 洛建国等人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找了一片树英蹲点, 眼睛盯着每个进出广场的人。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仍然不见目标的踪影。 六时许, 太阳落山了, 广场的人渐渐多起来, 侦察员的眼睛有些酸了, 但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怕稍微有闪失就放过目标。 六时四十分, 两个皮肤有黑, 身材消瘦的男子从广场边缘走进来, 坐在石凳上, 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部手机。 洛建国过流流两人发现, 那台崭新的银灰色手机, 而持手机者穿着的, 是一件受害人描述过的迷彩服, 两个特征均和对象吻合。 洛建国立即象征在昆明至取境公路上 及时的周林辉大队长报告。 周大队长让洛建国临场发挥剑机形势, 洛建国再一次将两人与指挥部提供的照片进行比对。 虽然他们的外貌有了较大的变化, 但轮廓极为相似, 洛建国当即决定实施抓捕。 陆梁县刑警大队张队长接报后率人赶到, 两地侦察人员从四面八方向两人包抄过去, 先恐二人反迎过来后拼命地挣扎直让抓错人了。 当洛建国严正声明时, 厦门警察时, 两人一下子软在了地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跑到千里之外, 仍然逃脱不了挥挥法网。 此二人正视全体专案府寻寻秘密77天, 在厦门同安北城山抢劫杀害四名女青年的杀人恶魔。 5月31日下午30.30分, 厦门机场大雨倾盆, 一排警灯在渔墓中闪烁, 而在半个小时前, 这里还晴空如洗。 30.40分, 昆明飞来的航班徐徐降落。 机舱门开启后, 罢名河强时代全副武装的民警, 押解了仙昌海孔德纯走下咸梯时, 暴雨骤停, 阴霾的天空中一缕霞光冲破云层。 厦门警方77天弃而不舍地监空牡力。 仙城海和孔德纯终于在云南被抓获, 并于31日压解回下。 据凶手在庭审中交代, 在连板购买了两把尖刀后, 他们还于作案的前一天下午, 前往北城山踩点。 3月12日中午, 两凶手发现四名女子上山, 便尾随之龙泉洞, 现四名被害人在洞内小气, 二人持刀冲入洞内, 把手洞口威胁四女子。 仙城海首先刺伤了其中一名女子的脸部 和另一个女子的上身, 然后威逼被害人交出钱财, 定搜身翻包, 胁迫被害人说出一昂卡的密码。 为了杀人灭口, 二人又拿刀将这几名女子刺死。 仙城海称, 孔娇春怕他们没死, 又在我们离开之前用我的刀去捅他们, 因为他的刀已经刺弯了。 此后, 二人挥霍了抢来的钱财, 并逃离了厦门。 修少海交代, 同安北城山案并非是在厦门的首次夺案, 此前2月23日晚, 二人还伙同老五, 另案处理。 在金榜, 在金榜山公园尼固安附近, 石岛抢劫了两名女子。 除抢走了一个姓萧女子携带的290元外, 他们还用菜刀砍上了萧的左手臂, 运用布条将两被害人的手脚捆绑, 随缠住后, 逃离现场。 今年5月12日, 贤城海又伙同罗庆勇, 另案处理。 在浙江金华市金武大桥北端, 使匕首将坐在江边的一男一女杀死, 并抛尸江中, 抢走被害人的手机等财物。 在逃离厦门途中, 二人除在浙江杀人外, 还辗转全国各地, 通过持刀威胁或砍伤被害人等暴力手段, 先后在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地, 抢劫十几人, 作案六起。 2002年7月25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两人对侦察机关的指控, 完全予以认可。 法院认定两人出犯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2年8月30日上午, 厦门、北陈山特打杀人案的两名罪犯, 26岁的仙城勇和30岁的孔德春, 被二审判处死刑, 押赴刑场政法。 阮诗仪, 一位备受学生喜爱的高相女老师, 以其聪明才智和优雅的气质而温明, 然而她的突然离世, 却让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困惑之中。 她的美貌如同江南的水貌画, 清秀而脱俗, 她的眼睛明亮如星, 眉毛修长如柳, 嘴唇红润如樱桃。 阮诗仪的身材更是让人惊艳, 她身高一米七, 曲线优美, 身材修长健美, 她的腰身迁细, 臀部丰满, 双腿修长, 走路时犹如一只优雅的天鹅。 她的穿着总是简单而大方, 无论是职业装还是休闲装, 都能展现出她那优雅的气质。 阮诗仪的性格温婉而内敛, 她总是面带微笑, 说话声音温和而悦耳。 她对待学生非常的负责任, 无论是教学还是生活, 她都会尽心借力地去帮助学生们。 她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赢得了学生的敬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假期刚结束, 阮氏仪回到学校仅仅两周就遭遇了意外。 谁也不会想到, 一朵美艳的鲜花正在盛开, 正吸引着无数人驻足观赏时, 会突然凋零, 香消玉云。 那天上午, 阮氏仪正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 突然就感觉到身体不适, 急切地朝着卫生间抖去。 然而就在她刚刚走到走廊, 还没有走到卫生间门口时, 突然开始剧烈地呕吐, 双手捂着肚子疼痛难忍, 紧接着她忽然倒地, 陷入昏迷状态。 这是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一名男同事刚好从楼道路过, 正巧看到阮氏仪晕倒的过程, 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一看阮氏仪已经是昏迷不醒, 十分着急, 立即就拨打了急救电话, 同时通知了学校领导。 班里的学生们刚开始不知情, 都在静静等待着阮老师去卫生间之后, 回来继续给他们上课。 等了一会儿, 听到楼道里有异常的动静和急切地说话声, 好奇心使他们纷纷地伸出头往楼道里观察, 的时候,大家从教室里跑出来, 围在阮老师的旁边不断地喊, 阮老师,阮老师你醒醒, 千万不要睡着了。 紧急情况之下, 阮氏仪被迅速地送往医院, 医生们立即就展开了全力抢救, 不予余力地努力了整整七八个小时, 然而尽管他们是竭尽全力, 阮氏仪的心跳最终还是停止了。 阮氏仪的父母、学生和学校的领导反应, 阮氏仪一直都身体健康, 没有遗传病, 也没有其他的病时, 怎么会突发疾病如此严重? 难道是前一天晚上或者是早上, 吃了什么东西食物中毒了吗? 父母含辛茹苦将他养育成人, 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 经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 披荆斩棘, 一直上到了研究生毕业, 终于是苦尽甘来修成正果的时候, 正值清纯年华, 正当事业有成, 正是前途无量的关键时期, 却遭遇了这样的劫难, 实在是令人惋惜。 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吗? 如果这就是命中注定, 那命运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在他的办公桌上, 警方发现了一百尊表白信, 据院长叶洪芬女士提供的信息, 民警们得知, 阮尸仪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大美女, 她拥有着迷人的笑容和优雅的气质,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然而正是因为她的美貌和魅力, 导致追求她的人相当地多。 这些追求者中, 有一些人对她的痴迷程度 几乎是超过了正常的范围, 她们可以为了得到她的芳心 而不顾一切的付出努力,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这些异常情况 让阮尸仪感到不安和担忧, 她明白自己的魅力所带来的影响, 但她并不希望成为别人追逐的目标, 她渴望着能够过上平静而安稳的生活, 远离那些过于痴迷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阮尸仪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 她尽量会避免单独外出, 尤其是在晚上, 她还加强了个人的安全意识, 时刻地保持警惕, 并学习了一些防身技巧。 据法医的试检结果显示, 阮尸仪的确是并非死于疾发疾病, 真正死因是中毒, 从她的胃里提取到了大量的 足以知人死亡的毒性物质——身。 这种物质并不常见, 很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的, 卓明阮尸仪不是病亡, 而是被谋杀的。 民警根据那些信件的内容, 梳理了阮尸仪生前的社会关系网, 并通过走访调查, 锁定了第一个嫌疑人, 就是阮尸仪的未婚夫古先生。 在面对民警的询问时, 古先生提供了同事的证明, 证明自己在案发当天整天都在开会, 没有作案时间。 他还是匆匆地赶到医院 才得知阮尸仪中毒的消息的。 根据古先生提供的证据, 以及阮尸仪家人的确认, 可以确定, 古先生没有作案时间。 而且古先生对民警说, 他已经跟阮尸仪商量结婚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去杀害他呢? 他向民警讲述了那天 他们商议结婚事宜的情形。 那是一个午后, 阮尸仪和古先生坐在温馨的咖啡厅里, 窗外的雨滴敲打的玻璃窗, 给整个空间增添力丝浪漫的氛围。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 目光中透露出深深的爱意。 阮尸仪轻轻地咬撩嘴唇, 月带犹豫地说道, 古先生, 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和事业心, 也很崇拜你。 但是, 结婚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纳的决定。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 似乎是在努力地掩饰着内心的不安。 古先生紧紧握住阮尸仪的手, 温柔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事宜啊, 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了, 我真的爱你, 愿意与你共度一生的。 我知道你对结婚有所顾虑, 但请相信我, 我会一直守护你, 让你幸福的。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深情和坚定, 阮尸仪的眼眶微微泛红,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古先生对我很好, 我也对你有感情, 但是, 我有一些私人原因, 希望我们能够低调地结婚。 他的声音中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担忧, 古先生略微皱起了眉头, 他想弄明白阮尸仪的担心。 事业, 你可以告诉我原因吗? 或许,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呀。 他的声音中是充满了关切和理解。 阮尸仪轻叹了一口气, 他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 古先生, 你知道我曾经有过一些追求者, 其中有些人并不善良, 甚至是有一些好色之徒, 我担心, 如果我们公开结婚的话, 他们会对我进行骚扰。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恐惧和不安。 古先生紧紧地握住阮尸仪的手, 温柔地安慰道, 事业, 你不用担心, 我保护你, 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我们可以过几个月去领证, 然后举办一个家宴, 邀请几位亲戚参加, 这样既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又能保护你的安全。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决心和承诺, 阮尸仪抬起头, 眼中闪烁着泪花。 古先生, 谢谢你的理解和知识, 我相信我们能够顺利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的声音中透着感激, 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眼中的爱意和信任, 他们相互拥抱着, 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幸福的生活。 但是令古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他只能生活在往日美好的回忆里了。 从那一百多封情书里, 筛卷出来的第二个嫌疑人是韦。 据民警走访调查, 为氏阮氏仪曾经教过的学生, 他是一位天才学霸, 在少年班就只读了三年就考上了大学, 成为了同龄人中的天才。 他的聪明才者和优秀成绩让他备受瞩目, 也引起了阮氏仪的注意。 在阮氏仪的课堂上, 韦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总是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那双明亮的眼里透露出对阮氏仪的倾慕之情。 每次上课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听讲, 偶尔抬起头来与阮氏仪的目光交汇, 然后迅速地低侠头继续做笔记。 几个月后, 阮氏仪实在是受不了, 韦每天都会给他写来情书, 将一叠信就交给了副院长。 这些信都是韦同学写的情书, 起初只是单纯地表达爱意,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甜蜜和浪漫的文字。 然而阮氏仪对他的追求置之不理, 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 语遭无事后, 韦的情绪就开始发生转变。 他感到被拒绝的痛苦和失落, 逐渐变得焦躁不安。 他试图通过威胁和恐吓的方式, 引起阮氏仪的注意,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回应。 他的情书内容开始变得不合逻辑, 像是一个人的梦意。 他开始威胁要伤害自己, 或者是伤害阮氏仪身边的人。 这种变化让阮氏仪感到非常的害怕和担忧。 叶洪芬副院长和院长商议之后, 认为此事不容忽视, 他们决定找到伟同学进行谈话, 并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 避免涉嫌违法的行为。 然而谈话并未减小。 不久后, 阮氏仪再次向副院长交出了一叠伟同学写给他的信件。 信件的内容就更加的离奇和不合逻辑, 让人不禁怀疑伟同学的精神是否是真的正常。 叶洪芬副院长联想到伟同学平时的怪异表现, 加上信件内容的不合逻辑, 决定请来他的家长。 学院希望伟同学暂时地休学一年, 去医院检查一下情况, 如果一切正常, 过了一年以后再来复读。 在回老家检查之后, 伟同学被确诊为患有一种精神疾病, 属于自闭症的一种。 他之前的天才表现实际上是疾病的一种表现。 随后伟同学一直没有回来复课, 最终被大学取消了学籍, 他的病情越发严重, 整天是胡言乱语, 还出现了暴力行为。 为了保护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全, 他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经过深入调查和医院的证明, 伟同学被完全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 他的精神病史使他根本就无法完成案件, 并且案发时他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根本不可能亲自到现场来投毒。 接连排除了两名嫌疑人后, 民警们的情绪越来越沉重, 但他们并没有气馁, 经过连夜奋战, 很快就锁定了第三个嫌疑人, 就是阮世怡的同事朱老师。 关于朱老师和阮世怡之间的恋情, 学院里各种说法都有。 通过书里, 民警了解到, 阮世怡的确与朱老师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后来由于阮世怡发现朱老师曾经有过不光彩的经历, 毫不犹豫地向朱老师提出了分手。 但是, 朱老师对阮世怡爱得很深, 坚决不同意分手, 用了许多办法想要跟阮世怡和好, 然而都被阮世怡断然地拒绝了。 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看, 朱老师很有可能对阮世怡由爱生恨, 所谓是爱之深恨之切, 得不到就毁掉。 朱老师有很大的转动机, 民警以为终于找到了案件突破口, 然而通过对朱老师的进一步调查, 却发现他根本同样是没有做案时间的。 案发时间, 他正在一所大型公立医院陪护自己的病重母亲。 医院录像显示, 在阮世怡中毒身亡的前几天, 朱老师正在医院里照顾着他重病带床的母亲。 民警煞费苦心整理出来的线索, 又被他们一条一条地排除。 一时间是毫无头绪, 这起案件进入了搁置的状态。 阮世怡的姐姐阮世怡也在思考, 谁会有这样的动机和机会来杀害妹妹呢? 在初步调查中, 警方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性, 让阮世怡困惑。 因为阮世怡为人和善, 并没有跟人结仇, 更不可能是仇傻。 阮世怡慢慢开始怀疑妹妹身边的人, 尤其是在妹妹的身边有机会下毒的人。 他回忆起当天的情况, 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然而被怀疑的人员大多被排除, 让阮世怡感到了愈发的迷茫和困惑。 就这样, 阮世怡被毒害案, 渐渐地就成了一起学案, 真凶是逍遥法外, 一直没有归案。 这让阮世怡对家人非常的悲痛, 无法释怀。 阮世怡案悬了有十年之久, 十年后的一个夏天,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洒在大学校园里, 勾勒出斑驳的光影, 绿桃音音风吹草动一片宁静的景象。 大学建筑学院的宁静 再次被一起悲剧所打破了。 大三的女生王露灵突然暴毙, 倒带草丛中, 周围丢欠一亭打开的果汁饮料。 草地上鲜红鲜红的果汁 与它苍白的脸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令人是触目惊心。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在现场的勘察中, 他们发现了瓶子上的指纹, 但也发现了戴手套的手指印。 这表明投毒者是有备而来的, 并且设置了谜题, 意图掩盖真相。 清理王露灵的遗物时, 也并没有发现重要的线索。 随着调查的深入, 校园里隐藏的罪行渐渐地浮输水面, 恐怖的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 因为十年前阮氏仪被害案, 朱老师曾经被警方定为了重点协议人。 所以, 十年来朱老师都感到委屈, 并因此他受尽了冷眼。 同事们总是对他避之不及, 甚至听到一些疯言疯语的学生, 甚至听到了一些疯言疯语的学生, 也同样对他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朱老师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成为了嫌疑人, 他明明对阮氏仪一直都很关心和照顾的。 如今校园里再次发生了中毒命案, 朱老师的神经更加地紧绷,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决定辅动将一些他所了解到的线索提供给警方, 以助警方能够早日地破案。 他回忆起十年前发生的那起, 类似中毒的死亡案。 朱老师透露, 在那次的案发前几天, 叶洪分与阮氏仪曾经发生过争吵, 这让他开始怀疑叶洪分是否与阮氏仪的被害有关。 民警对叶洪分和梁且案件的关联产生了怀疑, 于是将其带回警局进一步地调查。 叶洪分被警方带走之后, 一名女警在学校的卫生间里, 突然感知到有一个女生趁他不备, 把一个小笔记本塞进了他的头袋里。 女警顾不上厨具追, 赶紧掏出笔记本一看, 发现笔记本里是王露林写的一份揭入材料的草稿, 其中记录了叶洪分在校园内的不法行为和不正常活动。 在审讯的过程中, 叶洪分坚称自己和阮氏仪的死是毫无关系的, 他表示自己已经忘记了十年前那起案件了。 民警把王露林的笔记本放在他的面前, 让他自己看上面的揭露, 关于他曾做过的那些卑劣情景。 与此同时, 三名女大学生走进了公安局, 向民警倾诉了相似的经历。 他们声称自己曾遭受过叶洪分的性骚扰, 并受到了恐吓和威胁, 这让民警更加坚定了对叶洪分的怀疑。 其中一名受害女大学生名叫小安, 她勇敢地向民警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小安告诉民警, 叶洪分曾经以老师的身份, 故意让他留宿在他家, 并强迫小安跟他发生了同性性行为。 事后受到恐吓和威胁, 小安还因此得了抑郁症, 叶洪分的行为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摧残。 肥着越来越多的证据呈现出来, 曾顽固抵抗的叶洪分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先后毒害阮氏仪 和王露林的犯罪事实。 叶洪分因为嫉妒阮氏仪在学校受欢迎的程度, 决定报复他。 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将剧毒药物放入了阮氏仪的食物中, 导致了他的死亡。 而王露林则是不愿意和叶洪分保持长期的不正当关系, 导致叶洪分因爱生恨, 愤怒之下偷偷在王露林饮料里投了毒, 从而导致王露林毒发身亡。 在案件的最后, 一名男教师害怕警方早晚会查到自己, 主动向派尔索滋手。 在阮氏仪和王露林遇害之前, 叶洪分曾强迫他从实验室中偷取剧毒生化物, 并威胁他, 必须得听从他的命令。 男教师深知叶洪分掌握着他的命脉, 随时会可能揭发他, 保持他失去一切, 因此他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 尽管男教师并非愚蠢之人, 但是他明白, 两位女孩中毒身亡正是叶洪分所为的。 当时他感到恐惧不已, 没想到叶洪分竟然会使用那些毒物来杀人, 而他却选择装作是一无所知。 他深知, 一旦揭发叶洪分, 他也会受到牵连, 最轻的后果也会被大学开除的。 因此他选择了保持沉默。 然而, 当叶洪分被捕后, 男教师意识到真相再也无法掩盖了, 就只能选择主动向警方突案自首。 经过警方的化验, 确认对两位女孩实施毒害的生化物, 正是从实验室失窃的。 接着, 警方在叶洪分的家里, 搜出了这些隐藏的生化物, 证据确凿。 叶洪分被捕后, 警方对他进行了详细的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 叶洪分交代了过去十来年的罪行, 包括凶杀案以及对数十名女生的性侵。 据其交代, 叶洪分还毒害过另外一名老师。 这起案件发生后, 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 叶洪分和杨老师曾经是同性伴侣, 两人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两人拥有着相似的兴趣和爱好, 这使得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是充满了欢乐和温馨。 然而, 肥着时间的推移, 杨老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了, 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杨老师决定和叶洪分分手, 希望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这叫叶洪分感到了愤怒和背叛, 他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却换来了杨老师的离开。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心中充满了怨恨和痛苦。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 叶洪分开始策划对杨老师的抱负。 叶洪分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而是选择了一个更为隐蔽的方式。 他利用自己在教育行业的地位, 暗中对杨老师的生活进行了调查。 他发现杨老师在分手后过得很好, 似乎已经走出了过去的感情阴影。 这让叶洪分就更加的愤怒, 他决定要让杨老师付出代价。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准备, 叶洪分终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利用自己在学校的权利, 暗中对杨老师的实物进行了投毒。 杨老师在食用了这些食物之后, 很快出现了急性食物中毒的症状, 最终不幸离世。 在审讯过程中, 叶洪分对自己的罪行后悔不已, 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这些案件震惊了整个社会, 让人们对于同性侵犯的问题产生了更深的关注。 同时, 也提醒我们要加强对教育行业的监管, 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对于避免任何形式的侵犯, 包括同性侵犯, 一些基本的预防策略包括 一、增进自我保护意识, 学会判断什么是适当的触摸, 什么是不适当的触摸, 了解你的权利, 任何人在没有你同意的情况下, 都不能触摸你, 欺负你, 或侵犯你的人身安全。 二、 学习自我保护措施, 学习一些防身术, 以防万一需要滋味。 同时, 注意自身安全, 尽量避免独自去人际罕至的地方。 三、 设置个人边界, 清晰坚决地表达你的个人边界, 让他人知道你的舒适区和不舒适区。 如果有人突破了这些边界, 不要犹豫地捍卫自己。 四、 构建社会知识网络, 和亲朋好友分享你的感受和经历, 寻求他们的知识和帮助, 在必要时, 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 五、 报告和揭入侵犯行为。 如果你被别人侵犯, 即使事后也请尽快地通知合适的人, 如老师、 父母、 朋友、 权威组织或者警察。 即时报告和揭露, 是防止被进一步伤害的重要手段。 六、 年龄适当地性教育, 了解自己的身体, 了解性行为, 这样才能知道何时被侵犯, 何时该说不。 记住,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没有人有权利侵犯你, 任何形式的强迫或无理的侵犯, 都是不能接受的。 当你感到不安全或不舒服时, 请迅速地寻求帮助。 第二个案件, 快来人呐, 出事了, 救救孩子。 这一刻, 胡悦的心仿佛被撕裂开来, 只见他的儿子小俊俊倒在了马路中间, 昏迷不醒, 一滩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 儿子的头骨已经深陷, 让人是触目惊心, 他腿软得几乎是站不住, 惊恐地大喊着救命。 就在此时, 邻居胡建峰闻讯赶来, 他说他看到了那个肇事者, 一个骑咒魔陀的人, 匆匆地逃离了现场。 可是, 胡建峰没有选择去追捕他, 他选择了更为重要的事情, 救人。 他迅速发动了停在旁边的小货车, 载着胡悦和重伤的儿子, 急速地驶向了最近的医院。 胡悦激动地看着胡建峰, 他一路不顾红绿灯, 快速地驾驶的, 只为尽快地将小俊女送到医院。 胡悦一边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一边叮嘱着胡建峰注意安全。 胡建峰满头大汗, 但是眼神坚定, 他知道每一秒都关乎着孩子的性命。 说起孩子, 胡悦作为母亲, 亲自体会了这个儿子的来之不易。 他和丈夫郭志国经营着轮胎的生意, 虽然日子忙碌, 但是两人心中一直有个难以言说的遗憾, 没孩子。 岁月如梭, 胡悦已经步入了39岁的门塔, 但是腹中的希望却是迟迟未能降临。 在这个年龄, 怀孕生子已非是义士, 两家长辈都是十分的着急, 夫妻俩更是心急如焚, 四处求医问药。 终于, 在无尽的期盼与努力中, 他们走上了试管婴儿的求子之路。 命运终于是垂青了这对善良的夫妇。 胡悦成功怀孕, 并于2012年的2月生下了儿子郭隽。 儿子的到来, 让这个小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 胡悦结识了坐汽车修理的胡建峰。 胡建峰与妻子张燕的日子, 过得是十分的艰辛, 两人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四处漂泊, 为了生计是四处打零工。 善良的胡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遇到公司有活干他总是热情地叫上胡建峰。 在和胡建峰的交谈中, 两家人的感情日益地加深,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为了让胡建峰的生活有所改善, 胡悦建议他在自家的轮胎店边上租个门面开气球店。 胡建峰虽然心动, 但是苦于资金不足, 无法支付房租。 得知此事的胡悦毫不犹豫地为他垫付了五万元的转让费。 胡建峰感激提灵终于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气球店了。 夫妻俩对胡悦的恩情是铭记带心, 因为两人都姓胡, 胡建峰在生活中亲切地喊胡悦为姐姐, 而胡悦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兄弟。 在胡悦的言传深教之下, 儿子郭骏也非常尊重和关心这位邻居叔叔, 亲切地叫他舅舅。 这份深厚的感情让两个家庭紧密地相连, 成为了不是亲人胜死亲人的邻居。 有一次, 胡建峰的父亲突然患重病急需住院治疗, 胡悦得知消息之后立即赶往医院看望老人, 并主动送上了两万元的住院费。 这笔钱对于胡悦来说也不是一笔小的开直来, 但他没有犹豫, 因为他知道邻居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在胡悦的帮助下, 胡建峰的父亲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康复出院了。 老人对胡悦的感激之情是异于言表, 他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叮嘱, 你这一辈子不要好好对待你这个邻居姐姐, 这份恩情一定要报答。 胡建峰铭记父亲的嘱托, 对胡悦更加地感激和尊重, 他不仅在生活上对胡悦关照有加, 帮他干活几乎就是随叫随到, 还将胡悦的儿子郭骏视如己出。 不幸的是, 下午五点钟, 年仅一岁半的生命, 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失去了生命体证。 郭骏, 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就这儿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父母和亲人。 胡悦瞬间就哭成了泪人, 而中年得子的郭志国也近乎崩溃呆若目击, 无法言语。 胡悦颤抖着打开自己的手机, 一遍遍地看着儿子的照片和视频。 那些温馨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 儿子第一次叫妈妈, 第一次蹒跚学步, 第一次开关电视, 第一次坐在压压凳上拉大便。 每一刻, 都是充满了无尽的快乐和幸福。 可是这一切都在瞬间化为泡影, 只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思念。 在医院抢救室的门口, 胡建峰也忍不住抓住自己的头发大声痛哭。 他算是胡悦的弟弟, 也是郭骏的舅舅。 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一个年仅一岁半的孩子就转而离去了。 他的悲痛也感染了胡悦, 让他更加感慨万分。 他知道胡建峰对小俊宁的感情真的是很深的, 早已始如己出。 此时, 胡建峰的妻子张燕梅也陷入了深深的自得和痛苦之中。 当天一大早, 郭志国犯了结石病, 胡悦在送丈夫去医院之前, 把儿子托付给他们夫妻代管。 这本是两家之间常有的事情, 两家人早已是亲入一家。 相互照看孩子的事情经常发生,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却发生了这儿的意外。 张燕梅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 胡悦报了警, 希望警方能够抓到肇事者为无辜的孩子讨一个公道。 警方迅速地赶到现场, 胡建峰作为第一目击者, 主动向警方提供了肇事者逃逸的线索。 他说, 肇事摩托车是一辆红色架子的二轮摩托, 后尾箱为黑色, 驾车人为男性, 年龄约在25到30岁之间。 事故发生后, 肇事者没有在现场停留, 迅速地向通川区卫星镇方向逃逸。 可是, 警方按照这些线索去寻找, 却始终未能找到肇事的魔头。 案警员开始怀疑胡建峰的说法, 他们发现, 胡建峰的描述存在着明显的破绽, 他能够说出车主的大致年纪, 却是无法描述车主的衣贸特征。 更令人生疑的是, 马路上另一度目击者反应, 小孩被撞的时间段内并没有魔头经过。 此外事发后, 胡建峰的情绪不太稳定, 恐惧和紧张的表现异常明显。 孩子的面部有明显的车轮碾压的痕迹, 这与普通摩托车撞击的痕迹是明显不符的。 警方开着怀疑胡建峰是否就是肇事者, 于是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讯。 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之下, 胡建峰虽然一开始坚称自己没有撞伤小孩, 可是在警方的追问之下他又改口说, 小孩子是从自家门口一侧一米多高的凳子上摔下来的。 这一说法显然与小孩脸部的车轮碾压印是不符的。 警方更加坚定了对胡建峰的怀疑。 最终, 警方的目光停在了胡建峰家门口的拖斗货车上。 在警方要求胡建峰叫出车钥匙时, 他终于合盘脱出了真相。 原来, 他倒车时误撞了无辜的小俊俊。 那一刻小俊俊就跟在他的身后, 他却没有察觉。 当车子发动的时候, 小俊俊已经站在了后视镜无法看到的盲区。 胡建峰的车缓缓后退, 但却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直到车轮碰到了明显的障碍物, 他还以为是压到了地上的砖头石块呢。 然而当车子停稳, 他看到的是小俊俊已经被车轮碾压, 头部鲜血支流, 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反应。 看到这一幕, 胡建峰的心如同被重锤击中了一样, 他顺时间感到了非常害怕恐惧, 更感到无尽的愧疚。 他想到小俊俊是胡悦托付给他照看的, 而他造成了这儿的悲剧。 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 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围造一个小孩被车撞的事故现场。 但是他内心的煎熬并没有因此减轻, 他害怕面对胡悦, 更害怕面对自己的良心。 他在事发现场旁不停地走动, 内心的恐惧和痛苦让他几乎崩溃了。 当得知小孩被送到医院还有呼吸时, 胡建峰的内心在流血, 而小孩的死讯更是让他彻底崩溃了。 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 他只能接受法律的制裁, 以及内心无尽的煎熬。 警方根据胡建峰的供述还原了事发现场, 车尾的确有一个王区, 小君子脸上的轮胎印, 与胡建峰的车胎应急吻合。 当胡悦得知胡建峰是肇事者, 他的内心彻底崩溃了。 他从未想过, 这个近些年来被他视为亲弟弟的邻居,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他不仅对警方撒谎, 谎称自己是目击者, 更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伪造现场, 干物了儿子的抢救事件。 胡悦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的心如刀脚, 他宁愿相信肇事者是别人, 那样他还能有恨意来支撑自己走下去。 然而这个事实是那么的残酷, 肇事者就是他曾经实为亲弟弟的胡建峰。 张燕梅, 不见峰的妻子, 也深陷痛苦之中, 他已怀孕, 却每日到胡悦家赔礼道歉, 忏悔罪过。 但是胡悦并不想看到他, 因为一看到他, 就会想到自己惨死的儿子, 他宁愿躲在家里, 看着儿子的视频, 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胡悦的丈夫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胡悦。 他们一家人曾是那么的幸福, 如今却因为这起事故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可即便如此, 生活还要继续, 胡悦知道他不能去长沉沦下去, 他还有家人需要照顾, 还有生活需要面对, 于是他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情, 试图从痛苦中走出来。 在查清胡建峰涉嫌交通事故和伪造事故现场的罪证之后, 警方依法将其收押。 这个消息对于胡悦来说, 既是意料之中, 又是难以接受的。 那个他曾经视为亲弟弟的胡建峰, 如今成了他心中的痛, 他无法想象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在看守所里, 胡建峰心里是十分的愧疚, 他面对妻子责问, 泪流满面, 哽咽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鬼迷心窍了, 孩子是我们托管的, 出了这种事儿, 我无法向月姐交代, 我当时无法面对, 我们家穷, 我怕承担哪些巨额的费用。 现在孩子死了, 你去告诉月姐, 如果我能出气, 我这辈子做牛做马地抱大他。 胡悦看到这段视频之后, 泪流满面, 他一直把这个邻居当弟弟看待, 而胡建峰又何尝不是把他当姐姐呢? 他对这个弟弟恨不起来, 但无法接受他事发后的处理方式。 如果再早十分钟, 说不定儿子的命就能救回来。 这个遗憾和痛苦, 让胡悦无法原谅之儿子死亡的肇事者。 9月, 交警支队对此案进行了民事调解。 根据国家有关死者抚养费和精神赔偿等相关的规定, 胡建峰需要一次性赔偿胡悦经济损失46% 这个数字像一座山, 压在张晏梅这个老实的女人身上。 他无力也无脸神变, 只能是以泪洗面, 一次次地挺着大肚子到胡悦家道歉, 希望用自己的诚意去弥补那份无法言说的愧疚。 胡悦的心也在煎熬中度过, 每当闭上眼睛, 儿子满脸鲜血和躺在马路上的场景, 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对胡建峰的恨意深重, 恨他在关键时刻撒谎和绝情, 但是面对张晏梅连日来的忏悔, 他的心开始软化。 这场事故中, 受害者又何止是他一个人? 胡建峰的家庭也因此陷入了困境, 汽车修理店关门歇业, 张晏梅失去了经济来源, 胡建峰的父亲也在痛不欲生中, 多次上门安慰胡悦。 胡悦在经历痛苦之后开始反思, 仇恨不能让他忘记痛苦, 反而让他更加地沉重。 他决定放下仇恨, 给自己和张晏梅一家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于是, 他写了一份请求减轻对胡建峰经济赔偿和刑事追责的申请书, 将交警认定的赔偿金额由46万减到了35万。 半民警对此事感到不解, 胡建峰是此次交通事故的肇事者, 且伪造了事故现场。 这种性质的当事人,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 警方一般不会减轻对台的处罚。 然而胡悦找到了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 胡建峰家太穷了, 如果不同亲处罚, 他不出来做事的话, 家中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 他的赔偿金也完全是拿不到的。 其实, 这是胡悦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 他心里清楚, 自家并不在乎那笔赔偿金, 他和丈夫的轮胎生意做得很大, 他们并不缺钱。 他真正想要的, 是放下心中的怨恨, 让自己和张燕梅一家的生活, 能够重新开始。 在胡悦的书面申请下, 胡建峰被取保候审。 当张燕梅把丈夫从看守所接回家时, 隔壁胡悦家的门口冷清寂静, 令胡建峰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悲痛。 往日有两个孩子欢声笑语, 如今却只剩些寂静, 回到家, 胡建峰和张燕梅对望无语, 伴赏, 胡建峰鼓起勇气, 拨通了胡悦的电话。 悦姐, 我是建峰, 我对不起你。 电话那头, 胡悦握着手机, 泪水无声地滴落。 胡建峰再次拨打了郭志活的电话, 表达了自己的悔意, 和愿意尽一切可能回报的决心。 接到电话的胡悦, 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他能面对这个悲痛的过去吗? 可是他想到了这个曾经亲如一家的邻居, 他们此时也一定承受着心灵上的痛苦。 擦干眼泪, 胡悦给胡建峰回了电话。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什么也不要多想, 以后还要过好你后面的日子, 我会向检察院申请, 尽量减轻你的罪责。 这次轮到胡建峰无语了, 他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无言以对的。 10月初, 交警支队向检察院移送了此次事故的调查结果和公诉材料。 胡悦含泪向检方递交了请求减轻胡建峰罪责的申请书。 事故发生后, 胡悦依然经常去看望张燕梅, 两人之间的亲情并未因事故而锻炼。 面对胡悦的宽容, 张燕梅感慨万分, 他表示希望即将出生的孩子能够叫胡悦一声妈。 胡悦也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胡悦知道, 交警调解的赔偿金额对于胡建峰一家来说是的天文数字, 他们可能一辈子也赔不出这个钱来。 对他来说, 儿子已经不在了, 再多的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他再次考虑为胡建峰减轻一些赔偿金。 2013年12月底, 法院以肇事罪和交通事故逃逸罪为由, 判处胡建峰有期徒刑6年。 检方向胡建峰家人表示, 如果不是胡悦的求情, 胡建峰的刑期可能会待15年左右。